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北戴河会议前夕 中共人事异动频密 江泽民子亲信空降广东副省长 最高法六五后副院长转港福建 中共北戴河会议前夕 地方人事密集调整 北京时间8月4日 广东省任命中国科技部副部长王熙 为广东省副省长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60后官员 与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之子 现任上海科技大学校长江绵恒 曾有过工作上的交集 并获江绵恒引荐回中国 广东省13届人大常委会 第23次会议周二4日经表决通过 决定任命科技部副部长王熙 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公开资料显示王熙 现年54岁江苏南通人 他在1987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 上海冶金研究所学习 先后获硕士及博士学位 1998年在德国交流后回国 担任李子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高端硅基SOI材料制备研究项目负责人 王熙于2009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2016年当选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017年出任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院长 2018年出任亚洲科学理事会主席 2019年任科技部副部长 党组成员兼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王熙与江绵恒虽然在年龄上相差十几岁 但他们之间有太多的共同之处 这或许有偶然也有必然 其一 王熙与江绵恒都出生于上海 祖籍分别是江苏扬州和南通 其二 王熙是一位半导体材料学专家 而江绵恒也曾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获得硕士学位 后留学美国从事高温超导材料 和半导体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 其三 二人存在工作上的交集 王熙在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任职期间 江绵恒曾于1993年1月回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 1997年7月开始担任上海冶金所所长 王熙在上世纪90年代曾扶澳大利亚德国担任访问学者 其间他受时任中科院上海冶金所所长的江绵恒邀请 提前回中国工作 另一据报道 中共福建省委高层持续调整 继王宁出任代省长 赵龙出任常务副省长 庄稼汉出任省委统战部长后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也空降福建 具体职务尚未明确 据悉罗东川是近期第二位空降福建的中央机构官员 7月22日自然资源部最年轻的副部长赵龙 获任福建省副省长 现任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省政府党组副书记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54岁的罗东川 1965年十月生是重庆人 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法律专业 试图起源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1993年参加建立中国法院系统最早的知识产权审判庭 北京市中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 历任副庭长 庭长 2000年底 罗东川转任最高法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 此后长期在最高法任职 历任研究史副主任 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政治部副主任等 2013年起任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2015年7月尚未满50岁的罗东川转岗纪检系统 升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时主任 机身副部级 2017年4月 罗东川空降新疆出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同年10月当选19届中央纪委委员 随着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 2018年罗东川当选新疆自治区兼委首任主任 2018年7月 罗东川返京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 成为最高法领导层中首位六五后 同年底最高法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 罗东川兼任知识产权法庭庭长 书里发现2020年以来福建省委常委班子成员频繁调整 除了罗东川此前已有9人职务履新 目前福建省委专职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空缺 福州市市委书记由代省长王宁兼任 中国喊话美国别打开潘多拉磨合 动用国家力量是霸凌 美国总统川普给字节跳动下达最后通牒 9月中旬务必完成旗下抖音国际版TikTok 向微软或者其他的美国公司出售 否则将被逐出美国 另外收购金的一部分必须交于美国国库 对此中国予以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四日对此说 这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 美方切勿打开潘多拉的磨合 否则将自食其国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汪文斌在8月4日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 谴责美国拿不出任何证据 泛化国家安全这一概念 滥用国家力量 打压特定的非美国企业 违背市场经济原则 违背世贸组织的开放透明 非歧视原则是霸凌行为 属于政治操弄 中国坚决反对 汪文斌还列举了法国的阿尔斯通 日本的东芝此前与美国过招的经历 称美国屡屡动用国家机器 打压其他国家的企业 这可能给别国树立了 以国家安全为由 对美国企业采取类似举措的例子 但汪文斌并没有表示 中国会对美国企业采取何种具体的反制措施 中共官媒豪言 世卫抖音决一死战 抖音海外版TikTok变为中美角力的新战场 美国总统川普声言 TikTok北美业务如未能在9月15日前 恰受于煤旗 将要关门打击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 周二4日发表摄评指 中国不会接受美国盗窃TikTok的行为 称此刻已经别无选择 要么在科技领域投降 要么决意死战 中国日报在社论中表示 中国不会接受对一家中国科技公司进行盗窃的行为 华盛顿促使中国企业字节跳动 将TikTok美国业务出售给微软 中方会对此作出反制 社论称 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的霸凌 是华盛顿美国优先战略乃至零和愿景的结果 让中国别无选择 只能在科技领域投降 或决于死战 社论强调称 如果美国政府实施其计划中的搞垮和掠夺等手段 中国有很多应对方是反制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论称 美国对待字节跳动和中国电讯业巨头华为公司的态度 表明美国正在努力将其经济与中国经济脱钩 社论称 中国通过报复美国公司来保护这些中国公司的能力有限 因为美国对其盟友拥有技术优势和影响力 社论称 中国对外开放和瓦解美国的脱钩战略应该是当务之急 川普转变封杀TikTok立场 转而给出了45天出售期限后 微软公司8月3日称 正与字节跳动就收购TikTok进行谈判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日表示 川普将在未来数日内 对除TikTok以外的中国软件 采取行动 应对与之相关的国家安全风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对此回应称 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对有关企业做有罪推定并发出威胁 这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 暴露了美方所谓维护公平自由的虚伪性和典型的双重标准 也违反了世贸组织开放透明非歧视原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重启收购TikTok微软市值一夜暴增872亿美元 美国微软公司宣布重启收购TikTok美国业务 导致其股价大涨 单日市值更增长872亿美元 据联合早报报道 微软股价当地时间3日收盘时大涨5.62% 报216.54美元 刷新了2020年7月9日创下的历史最高价216.38美元 该公司目前的总市值已达1.64万亿美元 微软2日发布声明称 经过与美国政府沟通 微软准备继续谈判 以期收购TikTok在美业务 不过划出了一个最后期限 继2020年9月15日之前 报道称 微软和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 已经向美国国会评估与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通知 表达了此次交易的意向 微软据报计划收购TikTok的美国 加拿大 澳洲和新西兰业务 收购的结果将会是微软拥有这4个国家TikTok实体的所有权和经营权 微软将保证所有TikTok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传送并留在美国 对于目前存储并备份在美国以外的数据 微软将保证这些数据在转移之后从服务器上删除 白宫警告中国政府使用变种恶意软件入侵 美国政府三家机构周一8月3日联合发出警示称 过去10年来安全研究人员经常看到一种恶意软件 与中国政府有关 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黑客在最近的网络入侵行动中 使用了这种恶意软件的变种 这是华盛顿今年夏天针对中国网络能力 而发布的一系列警告中的最新一个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和国防部 共同撰写的这个恶意软件分析报告说 他们发现了中国政府网络行为者使用的一种恶意软件变种 名为TIDOR 发布这个警告的目的是启动网络防御 减少对中国政府恶意网络活动的暴露 该警告没有包含关于恶意软件的使用程度 或针对的目标等信息 联调局说 他们有高度的信心认为 中国政府的行为者正在使用恶意软件的变种和代理服务器 以维持他们在受害者的网络上的存在 并进一步利用网络 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和群姬称 该恶意软件过去曾对法律 核电 航空工程 国防工业基地 科技 政府和航天等领域和部门发起过攻击 但是在近期 它的使用率下降了 印度查中国渗透 盯上孔子学院 中国跳脚 据路透社今天报道 印度决定审查孔子学院等教育交流项目 对此 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纪荣表示 希望印度客观公正看待孔子学院等中印项目 避免将正常合作政治化 路透社援引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纪荣回应报道说 中方希望印度有关方面客观公正看待孔子学院和中印高等教育合作 避免将正常合作政治化 维护中印人文交往的健康稳定发展 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网站的新闻稿表示 随着中印经贸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印度中文教学需求日益旺盛 两国在孔子学院项目上的合作已经开展十多年 所有孔子学院都是在印方自愿申请具备办学条件的前提下 由中印双方大学按照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 共同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合作协议之后设立的 季荣说 孔子学院的建设始终坚持外方为主 中方协助 共同筹措办学经费的办学模式 他续称 孔子学院为推动印度中文教学 促进中印人文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得到了印度教育界的普遍认可 路透社提到 近来中国与印度关系紧张 中国上周警告称 中国与印度的经济被迫脱钩 将对两国都造成伤害 而两名印度政府消息人士最新称 印度政府正在考虑采取措施 防止主要是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伙伴 将中国商品出口到印度 而不附带任何附加值 中国政府2004年在许多海外大学 开始设置孔子学院 提供的理由是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 然而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欢迎孔子学院 认为其是中国政府的宣传工具 今年4月瑞典关闭最后一所孔子学院 成为彻底关闭孔子学院的第一个欧洲国家 另外多所美国大学也陆续中断与中国孔子学院的合作 包括开设了北美第一家孔子学院的马里兰大学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600多种外来物种入侵中国 中国外来物种入侵数量呈上升趋势 目前已经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 成为世界上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新华社旗下半月谈微信公号刊文指 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中国已经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 其中农业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增长迅速 原环保部2008年到2010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性外来入侵物种调查显示 中国共有488种外来入侵物种 业内人士说这次的数据较10年前增长了三成以上 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教授陆永耀介绍 以记录的外来入侵植物害虫中 除了少数几种是从边境自然传入的 其他均为无意引进 无意引进可能是经常性发生的 比例最大的入侵途径 一方面在开展一些活动时 人类没有意识到可能会携带和传入外来物种 另一方面过去掌握的知识不够丰富 难以识别潜在的外来物种 从而导致外来物种入侵的发生 文章指一些外来入侵物种成为新的优势种群 危及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 酿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同时伴随着跨境电商和国际快递等新业态 入侵渠道更趋多样化 造成的生态安全风险明显增加 记者在浙江 广东 广西 山东 河北 贵州等地调研发现 外来入侵物种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风险 疫情之下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记者了解到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长期存在 如草地摊业额 沙漠黄等影响粮食安全 需要引起重视 2019年入侵中国的草地摊业额 已扩散至全国25个省份近1500个行政县区 去年全国发生面积1500多万亩 在广东部分地区 玉米甜块危害株率超过60% 欢迎收看今天的香港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报道 请点赞 分享 并且订阅本频道 您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频道若有上传新影片 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 并请订阅明镜的其他频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 香港史上名望最低的特首林郑月娥 任期还有两年的时间 到2022年6月30号才届满 近日有消息指出 林郑月娥有可能会连任 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表示 有听到类似的消息 并且透露 目前获得商界支持的人 例如唐英年 吴光正等等 都无意竞逐特首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 田北俊近日受访时表示 商界有传出 特首林郑月娥可能会多做一届 因为根本没有人想要做特首 又指北京一下决定 林郑月娥就要继续做下去 可能北京会不批准她的辞职 田北俊表示 商界支持的人选 例如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 会得封大股东吴光正等等 都无意竞选来届的特首 报道表示 唐英年曾任财政司司长 以及政务司司长 2012年曾经与梁振英 何俊仁角逐行政长官选举 最终落败 而吴振光亦曾经在1996年参选特首 败给了董建华之后 发展焦点已经投在了商界 根据基本法第46条规定 香港行政区行政长官任期五年 可以连任一次 换言之 每一名特首最多可以做两届 任期最多十年 不过香港主权移交以后 过去三任特首 包括了董建华 曾英权以及梁振英 都没有人能够做足两届十年的任期 香港第三波疫情蔓延之后 港府就请求北京当局协助 而中国核酸检测支援队 七人先遣队已经在周日抵达香港 将会协助扩大香港人权核酸检测 目前在港美日的检测数量 至少要达到二十万个 美国之音指出 近日到港的七人为先遣部队 之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卫健委组成的六十人核酸检测支援队 也会陆续的到港 除此之外 另外一队中国方舱医院支援队 预料在未来一周之内也会抵达香港 有队员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 他们的工作不会直接的治疗病人 主要是指导俗称的 方舱医院社区隔离设施的运作 不过 港府求助中央的动作 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 多名新民主同盟区的议员 中日在医院管理局大楼外召开接者会 他们批评特首林郑月娥 在没有咨询香港专家 以及医护界的情况之下 就自行高调的向北京求助 是将政治介入医疗 他们表明反对展开全民检测计划 全湾区议员谭凯邦表示 目前香港没有专家支持全民检测 检测完成也并不代表不会再有人染病 而过去两周的时间 香港特首都没有与香港本地的专家开会 因此担心 这一个纯政治 以及这个献媚的决定是有为科学的 以及制造这些检测的假需求 所以认为 林郑这个引入大陆的检测人员是仓促 而且不符合香港效益的决定 另外港人最担心的 就是检测样本 又被送往中国的风险 而这个担心也不是无地放始 大家都知道 就是大陆政府透过DNA的样本库去监察新疆人 以及维吾尔族人的情况 因此香港人很担心 香港是没有办法监管到病人的隐私 以及最终DNA样本会被送往哪里 而不想要中国大陆派员协助香港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 这是香港的医疗内部事务 第二 就是问题的源头 根本就来自于大陆 大家都知道 武汉肺炎是来自大陆的隐瞒疫情 但是现在 竟然叫武汉的医院派人到香港 是非常荒谬的事情 另外 就是为什么会有第三波疫情呢 那就是豁免检疫人士 但是现在就是引入了更多的大陆检测人员 接受豁免检疫而到香港 这就相当的荒谬了 另外 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港府针对大陆支援的工作详情 也没有进行详细的交代 包括了临时实验室的地点 仪器的出处 何时会正式启用都没有做公布 香港大学感染以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中医就质疑道 全民检测在操作上并不容易 而且成效也还有疑虑 也难以有理有据的强制要求香港市民做检测 另外 港府虽然出面澄清 不会将港人的基因资料送往中国内陆 但是香港专职医疗人员以及护士协会干事刘凯文表示道 当市民对港府已经失去信心 港府却还没有清楚地交代检测细节运作等等 难免令人质疑检测样本究竟会被如何处理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一年的时间 除了衍生出真空旗问题之外 也让外界重新的关注 在国安法影响之下的香港泛民派将要何去何从 中央社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万事委员会前副主任卢文端指出 北京对香港泛民主派仍然留有空间 希望泛民派可以成为忠诚的反对派 他表示香港泛民在社会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立法会有一定的数量席位 这是香港的政治现实 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需要忠诚的反对派 北京中央当然希望泛民能够成为香港的忠诚反对派 希望泛民忠诚于一国两制的宪政体制 不要寻求外国势力干预香港事务 另外苹果报道指出 早前立法会选举提名席寄出了确认书 要求参选人签署 多只胜出的民主派初选队伍 例如黄之锋、岑奥辉等等多名抗争派 都明确地表示不会签署 但是也有例如刘影匡等等的本土派 以及民主派功能组别参选人表示会进行签署 可见民主派阵营在相关的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 这更让外界推测 确认输此举就是北京方面要分化香港民主派的陷阱 而后出现了多位民主派参选人遭到取消参选资格 以及选举时间压后一年 更是一再地打压民主派的士气 港媒报道 有消息人士指出 北京方面正在研究 在特首选委选举引入确认书制度 要求参选特首选委人士 如参选立法会选举一样 需要签署确认书 拥护基本法 并且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选举自2016年起引入了确认书制度 但是确认书并非是选举主任 是否会取消参选资格的唯一考虑 过往也有不少的参选人拒绝签署确认书 也能够成功入闸 但今后确认书或将会扮演更大的筛选作用 在五眼联盟成员国以及德国纷纷的表示 终止与香港签订的逃犯引入条例之后 法国也宣布跟进 法国外交部在8月3号发表声明 表示有限于最新的情势 法国不会继续的推动批准2017年5月4号 与香港所签订的引入协定 因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让人对于一国两制原则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基本自由感到怀疑 声明还强调 香港国安法也直接的影响到法国人民以及企业 新头科报道 中国外交部同样的在8月3号 针对新西兰日前宣布停止与香港的引渡协定出招反制 宣布让香港暂停与新西兰的移交逃犯刑事司法互助协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单方面的宣布暂停与香港签订的引渡协定 有关做法将会对香港司法合作政治化 同时粗暴的干涉中国内政 也严重违反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对此中方是坚决反对 目前除去了五眼联盟 已经有两个欧盟国家表态 因国安法引起的一国两制危机 而终止了与香港的逃犯引渡条例 除此之外 欧盟也对于港府延后立法会选举一年的决策表达了关切 欧盟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发表声明 他表示欧盟密切地关注香港情势 他说香港政府与其举行立法会选举 延宕人民民主授权的更新 也让人质疑能不能行使香港基本法保障的民主权利与自由 此外 香港政府最近撤销了多位反对派人士的参选资格 削弱了香港作为自由开放社会的国际声誉 欧盟支持一国两制 呼吁保护香港的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 他呼吁香港政府应该要重新的考虑相关决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第三波疫情爆发的情况之下 请求北京当局协助扩大筛检以及建造房仓医院 而根据中央社综合香港电台报道 前天抵达香港的一名成员就是武汉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师谢虎 院方在微信公众号上载了文章指出 他们已经开始设计香港方舱 香港方舱医院计划在机场的亚洲国际博览馆建立 并且针对亚博馆的特点 尽可能的在最少改变场馆原有功能之下在场地建设功能布局 机电系统改造以及运营维护管理等等方面提出了设计方案 但是苹果日报指出香港爆发武汉肺炎第三波疫情之后 香港医管局就已经将亚洲博览馆改建为社区治疗设施 当地医生表示 亚博馆的设施明明就是香港医院管理局独立搭建而成 北京当局却说是中国大陆派人协助建立方舱医院 为改建亚博馆提供的设计、营运以及管理经验 让许多的香港本地医疗人员感到非常愤怒 香港公立医院医师、黄浦区区医员矿保贤发文指出 亚博馆临时医院是由医管局一群同事所搭出来的 不应该连这样的功劳都必须要双手送人 他也呼吁物再称亚博馆是方舱医院 要叫就要叫本名社区治疗设施 也就是亚博社区治疗设施 香港医管局的粉丝页7月31号也就已经对外表示 社区治疗设施的筹组和建设即将完成 将在8月1号正式启用 因此并非是北京当局派员之后才建成的 今天中国高考的江苏省状元 因为选修科目只有考到B加 因此被北大等等中国一流大学拒之门外 最终他选择了赴香港就读 此举不仅牵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 也让许多人开始探讨中国高考的制度僵化问题 综合媒体报道 就读于江苏省华英中学的白香林 今年高考名列全江苏文科类第一 但是选修科目中的历史却只有B加 然而北京大学 北京清华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山东大学等等多所学校的招生都规定 对江苏学生的要求是 选修科目虽然不计入总分 但最低也要有A 因此白香林即使语文数学外语三科考了最高分 仍然是无缘名校被称为最惨状元 消息传开之后 中国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 也有人开始讨论高校是否可以破格录取 但是这些高校都没有出面表态 随后包括了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等等 排名也属于前列的学校 立刻表态要抢人才 北京师范还说 要读哪个科系随便他挑 不过今天消息传出 白香林放弃了所有的中国大陆学校 选择就读香港大学金融系 根据了解 他已经通过港大面试 并且取得了明德学子奖学金 包括四年全额学费68.4万元 另外四年住宿 以及生活费一共超过90多万元 一些人表示赛翁失马 颜值非福 纷纷地恭喜他 根据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 今年6月份公布 香港大学排名全球第22名 排名虽然在北京 清华大学之后 但是是香港各大学第一 不过过去一年以来 由于香港反送中运动不断 加上中国官媒选择性的报道 许多网友对于白香林选择到港大读书 感到很不愉快 他们提醒他 别被港读洗脑就行 有人议论绝对是走错了路 是非之地 同学的圈子很重要 还有人说 最怕是一去不回 甚至反咬一口 更多的中国网友批评 自身的教育制度 认为高校应该要更加灵活 收取国际留学生时 也会这么严苛吗 为什么 只对自己国家的孩子 这样严苛呢 北大清华的拒收 也体现了 为什么国内人才会一直流失 也有人把焦点放在 一个文科证元的历史 怎么会是逼加 港媒八世底报指出了 从明年起 江苏省就改变高考模式 选择性考试科目 将会增加到六选三 所有科目都会计入高考分数 北京当局 祭出港区国安法之后 川普政府也相对应的 祭出制裁 美国与香港的经济联系 也逐渐飘弱 早前传出 川普政府还考虑 要对香港联系汇率下手 但是此举也会重创美国经济 所以并未实施 但是当前的国际情势 也已经对香港联系汇率 造成影响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有北京智囊指出 香港的经济周期 将会越来越多的 和中国内地的经济周期 相吻合 而不一定会和美国的 经济周期相吻合 据此 从长期来看 他并不看好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北京智囊 前央行顾问余永定认为 坚持联系汇率制度 有利于加强世界 对于香港金融体系的信心 维持对港币的信心 这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联系汇率制度 是否能够长期的维持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那就是美国与中国香港的经济周期 是否会吻合 虽然此前香港跟美国的经济联系 非常紧密 但是之后 他们的经济联系会逐渐消弱 相反的 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 会越来越靠近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的经济周期 越来越多的与内地经济周期相吻合 而不一定会和美国的经济周期吻合 事实上 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百年的大变局 香港已经成为了中美角力的最前线 香港与美国经济联系 在可见的将来会逐步的剥离 而香港经济会加速融入中国内地 不过渣打银行执行长抱持着不同的看法 彭博报道 渣打银行执行长温特斯表示 美元港元的联系汇率制度 受到了香港货币储备非常稳固的支持 如果企图削弱香港 恐怕会在更大范围内 对金融体系造成相当有害的影响 而且在当前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 很难理解世界上的任何决策者会认为 破坏联系制度会是一件好事 他并且表示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可以说是无懈可及的 谢谢收看今天的香港新闻 请点赞分享并且订阅本频道 也请订阅明镜的其他频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火拍 明镜电视 明镜集团全球招聘 编辑 编导 主播 节目主持人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书案政经科技或文鱼新闻 据新闻 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 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诚愿意接受新任务 音频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材贷 主要播放平台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授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